堪萨斯球长队完成NFL超级杯 被靠背封王凯旋归来 但没想到原本开开心心的游行 会变成血腥枪击案现场 连环十几声枪向 现场球迷吓得拔腿窜逃 这场枪击案造成一人死亡 22人受伤 其中一半的伤患都是孩童 目前当地警方已经逮捕三名嫌犯 也在现场查获多把枪支 前华府国安情报官员说 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 枪手可能混在窜逃人群中 因此警方需要公众提供消息 以及调阅所有监视器画面 才能破案并查出枪手的犯案动机 事实上密苏里州民众购买和持有枪械都不需要有许可证 也没有针对购买者的背景调查 甚至没有限制大容量弹匣的武器 而且该州的城市更不能制定管制法律 只有州议会才可以 美国总统拜登发出声明指出 全国应该为这起事件感到震惊和羞愧 并应该采取行动禁止突击式武器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